新劇《艷福無邊》 《黃宗澤》火拍《24美女告別TVB》 唐森系列作為TVB收視王牌之一 今次開拍第三輯當然要隆重其事 日前《唐森風報3》就舉行記者會 劇中主角之一的黃宗澤 就成為記者會的焦點所在 因為劇中他是一個有錢、英俊又有型的單身貴族 但女朋友已經有24位之多 黃宗澤表明不會抗拒拍攝藏器 但大前提就是要劇組人員 安排身材好的女髮當給他 家豪哥和編審陳公 不是這樣跟我解釋這個表情 他說很正常 你家裡上市,又有錢 你的外形不差,又不錯 你的身體又是紳士 他不是叫女生,是追求女生 不過是巴屁大佬,藏器大佬 我覺得最激的當然是製作部門 肯定會選這些實習 近年不少當家小生都不再跟TVB 逐簽經理人合約 黃宗澤也不例外 唐森三就成為她是親生子身份的告悟結作 由24位美女車輪陪伴她左右拍攝告別作 難怪黃宗澤特別春風滿面 除了特別多電視頭送她這份香艷的告別大禮之外 還表明最好打破男性傳緋聞紀錄 但她們的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她們的電視頭要選給她 她們的電視頭會是不像 她們的電視頭上 我會認識她們的電視頭 我覺得女的電視頭走出來 大家都在電視頭走出來 真的是她們三的電視頭 因為已經把電視頭走出來 不像電視頭那樣 你看,全是她們的電視頭 大家給她們的電視頭 三文紀錄, 一部劇全24個, 那就厲害了